哈喽大家好,我是屎妈 作为忠诚诸葛的推馆人 今天就抖擋了小弟我 来教你们如何在不伤队伍和气的情况下 吃他鸭子的五路线 注意看啊,这一步很关键 忠诚诸葛的第一个优势就是抢和线 抢和线这个工作嘛,竞争是非常大的 因为双方都有惩戒 但是由于我又带了个惩戒 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僵局给打破了 那不仅如此啊 因为惩戒的关系 这第一次路线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拿下 哈哈,没抢到 啊,这有关系吗?没有关系 我一个反向则不赢 哎哟,我错了 哇靠,什么疯狗穿出来一局 哎呀,还好我反应快啊 奖励自己一个吸引,拜拜 啊慢着,我猜的不错的话 我方野区就是你所谓的第五路线 牛亚蜴罗 当然,承接除了刷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看这一波 这高剑林对着我们的孙病就是一顿暴打 非常的凶狠 于是我一害怕就直接交了蛋糕 可是他的血量很明显不是我的杂杂线 在看赵鱼,慢悠悠的走过来 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 哎 好,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赵鱼的心态应该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 你看这波照片在下 啊,这小野怪能不能吃? 能,但也不要一下子吃太多 吃多了就伤了和气 那怎么办呢 偷偷的吃 小心翼翼的吃 你看他又往下去了 就他这一来一回啊 不说那时间浪费了 万一在路上去个是什么的 那这两只小野怪我不得把它刷新一下吗 这都是勤奋啊,兄弟们 那这里可能就会有人来干啊 野怪都被你刷了 你们家打野要怎么发育呢 是啊,打野该怎么发育呢 那这里我问一下在座的各位野文 一个优秀的打野 他在乎的是哪一两只小野怪吗 啊,是 哼,那明显不是啊 你看这波 赵鱼直接就是一个贯穿雷霆的地板 飞翔的凶长,让人害怕 对着对面三个人就是一蹦抱他 就连自己都快去世了 也是不太一点害怕 那么问题来了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位子啊 为什么会如此的愤怒 你们再回想一下刚才的问题,呼呼了吗 哦,我懂了 猫哥,你这首偷天换日,简直妙啊 首先你是故意抢赵鱼上半区的小野 让他无野可刷 不仅激发了他的血性 还将他引自下半野区 强行令他参团 将所有的怒气发泄在对面身上 拿到三沙的赵鱼 不仅不会对你心怀怨念 反而对你感恩戴德 此举一箭三雕,妙不可言啊 猫哥,这些年委屈你了 你们看这个老头摇头 里面是最值得的 但再来,要不要吵 你还不会避免 我随时会在尽量结束 我会得罢子 我会责任 我干准了 病人 你最值得有 我平时就不认为 我最值得罢子 捆绑我吧 糟蹋我吧 啊 啊 啊 这 最后一波了 同时也是中层诸葛的终极奥义 双层节刷风暴 怎么说 真的很快 啊 哎呀 这 看起来好像我被卖了 但我相信云哥的人品 他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 完了 龙没了 我就知道他不是那样的人 漂亮 完了完了完了 这马克星已经带过去了 好兄弟给我推啊 一波了 一波了 精彩 哈哈 哈哈 哦 哦 哈哈 收起来 你都不收起来 我磨了 收起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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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里 咪咪咪